加油宝宝啊 加油宝宝啊 小家伙重新回校园的第二周 今天他的心情还不错 把林江送走了 现在又要往家赶了 我爸要去上班 要回家带老二了 爸爸 嗨大友 爸爸你是觉得妈妈太咸了吗 我老公刚走没一会儿 然后我把它放在上面 一会儿他就弄了一身 座椅上面都弄脏了 还好今天天气好 一会儿给他弄睡着了 要洗的东西好多 早上他姐姐六点左右起来 他也跟他姐一起起来 哈哈哈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一起睡那个主卧一起带孩子睡觉 今天天气是真的特别好 因为我老公在工厂上碗班嘛 工作挺辛苦的 然后为了让他睡好觉 这冬天我给他换了这个绿绒被子 还挺贵的呢 就这长被子都 两万多块钱 另外把帆下来 如果洗衣服的话喜欢用这个洗衣球 觉得特别方便 在日本呢 夫妻分房间挺普通的 但是我觉得夫妻里还睡一个房间会比较好 我家的话是孩子小 然后四个人睡 平常就已经很挤了 所以他上班的话 就还让他自己单独一个人睡 等孩子再大点搬出去了 再让我老公完全搬回这个主卧睡 估计啊还是在一起睡 感觉感情会更好一些 特别到老了 老来伴儿嘛 他在连接着 这块我也有十点多了 小 alcohol 收了个快递 买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就因为我自己本命连 毛二型 毛巾 刷刷 再来一个纳豆 爸爸 跟妈妈一起吃饭 小小伙的这个是那个蔬菜粥 好多朋友都说别人家吃纳粥 为啥我家不吃 其实我们家也吃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拍的比较少而已 好吃吗 我喜欢用纳豆拌饭吃 把饭也弄得臭臭的 感觉特别香 我喜欢用纳豆拌饭吃 就要吃了 比较少人啊 这是我喝的 我不能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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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又天天缺叫啊 是不是很多宝妈都跟我一样 我家的话我现在是我老公一个人上班嘛 要我们一家四口 所以呢他其实也很不容易的 然后还有上晚班 就为了多挣几个加班费 我觉得夫妻之间呢 有的时候真的要多一些互相体谅 互相理解一些 这样才能把日子越过越好吧 虽然我们家还有房贷 要还到我老公六十一二岁 他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但是我总觉得 中一天会越来越好的 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啊 干活了吗 普通家庭不管在哪里过热子 其实都是这个样的 走吧 妈妈 ただいま 这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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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謝謝姐姐